說起拔河 景美師大聯隊 絕對是指標性代表 他們在今年世界盃世外錦標賽 完成五連霸創舉 2010年至今更難刮近20面 國際賽金牌 總教練國神無疑是幕後大功臣 他秉持不放手 直到夢想到手的理念 獲得107年運動精英特別獎 和他有多年交情的體育署長高俊雄 也期許能成為在他受傷後 復健的另一種動力 我認識他超過20年 大家的共識就是說 能夠振奮國人 為台灣在國際上打出很好的 這個叫做能見度 我們希望這個特別獎 能夠讓他在心理上 更快速的趕快回來 希望12月12號 他就在頒獎現場 能夠親自的出席 近年來景美拔河隊 可說是金牌保證 外界看來亮麗的表現 其實有不少血淚奮鬥史 靠著國神領軍挺過艱辛 沒想到郭教練7月因為車禍 導致下半身癱瘓 讓神力女孩一度陷入低潮 他們團結一心希望維持最佳狀態 但少了主帥感覺怎樣都不對 我給郭老師教了六年 那我覺得郭老師一個非常嚴格的教練 但是他平常就像我們的爸爸一樣 就是都非常照顧我們 然後關心我們 對然後就是郭老師 你會第一時間就是問我們的狀況 就是要跟教練說教練加油這樣 然後我們會一直等教練回來 就是之前學姐拿下來的成績都很好 所以後面其實每一次的比賽就是除了選手有壓力以外 其實教練的壓力是更大的 因為外界的眼光也投入很多 可能在心理壓力上面 教練承受的是比一般 就是比一般我們選手還要更大更多 如果教練一開始出事的時候 我們大家其實完全就像 感覺像一場夢沒辦法接受這個事實 然後因為教練在這個隊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靈魂人物 對我們每個選手的影響都很大 就是遇到問題有時候都會想要逃避 但是教練教會我們要怎麼樣堅持 然後怎麼樣去處理事情 輸了不能哭 贏了不能歡呼的貼寫訓練 旁人或許難以理解 但學姐學妹一條心 承諾堅守崗位等待老師歸隊 郭老師加油 我們等你回來 YTV新聞採訪報導